熊哥打牌確實是有他的 經過他心裡面精密的思考 我們也許只能看到他打牌的表象 但其實在拆搭或者是截搭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心裡做了很多的考量 並不是像我們所想的那麼簡單 小慧的起手牌實在是差強人意 他今天好像大部分時間就這個樣子 而且競牌的效率值也不高 對這種在一般的牌局下 這個一條如果是我連碰都不碰 就等著慢慢摸了 因為這個牌實在是差太遠了 不如先摸牌靠搭看情況 那樣子還反而比較 我覺得還比較經濟實惠一點 摸牌變化完全 對但是在這個兩將的牌局內 你時間的壓力逼得你不得不 競速的去向聽牌前進 即便你的牌型很差 是 對這個這也是因為只有兩將 你必須在兩將以內有發揮 否則你打的再好防守的再好 你不進攻 小慧摸發財打四柄 被熊哥碰 小慧打四柄是為什麼 他想做三元牌 他想做三元嘛 對 有機會喔因為紅中沒人抓 對 有野心不錯 因為他現在落後的多了 對 在這裡這個打法很好 他剛剛算一條我說我不會碰 但他碰了之後又進了 三條 喔 有有有 有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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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有有 小慧的手牌我們看一下 沒錯 西風衛羊 小慧的手牌 中風發財海底都沒有 也沒有人抓 他手裡蓋住的是發財一對 對發財一對 我們攝影機 攝影機目前那個 我們的 沒錯他發財一對 觀眾看不到 遮掉的那一張 事實上是張發財 兩張發財 有機會摸牌嗎 哇他有 聽了聽了聽了 聽了聽了 現在就是聽中 紅中發財 而且 海底沒有 沒人有 海底有一張發財 對 但是紅中沒人有 阿阿阿阿 但是是柴哥先胡了 喔 這個真的辛苦阿小慧 是是是 不過他這樣做是合理的 做很好 他的牌很爛 他的牌是市價裡面最爛的 他就把它做到最好 這個牌 操作的好 沒錯 這個牌 雖然沒胡到 但是真的已經 這個極限操作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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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 всей